言尊 他们老师压根没提出柜的事 国际学校校风还算开放 我问了言璐 她也没表态 我琢磨着是不是 也不用给他找新学校了 她还在家吗 在屋里睡觉呢 我听苏芳阿姨说 她这几天应该就没出去过 学校和老师只是一方面 关键还是她和同学之后 要怎么相处 你问她下周要不要回学校 如果她还是不想去 就得快点联系新学校了 你怎么样 我听王超说你发烧感冒 没事吧 没事 就是不小心淋了雨 已经好了 那就好 今天我收工会早一点 正好礼拜六 晚上回来一起吃个饭 今天不行 我的大学导师从国外回来 约了晚上聚一聚 那我就叫王超一起了 行 那我就出门了 那你晚上还回家吗 我是回好还是不回好 要是方便的话 和王超吃完饭就回去一趟 只好问问她周一想不想去学校 聊完了就该去哪儿去哪儿 别留在家睡觉 行 回去路上给她买盒冰淇淋 她喜欢奶油取其味 行 知道了 让我给你照顾 婉容 醒了吗 梁哥 我醒了 燕蓉 早饭在外面桌上 你等会儿起来之后 自己热了吃啊 今天晚上 我不回来吃饭了 谢谢梁哥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出门了 天又晴了 是王锦妈 燕 你在家吗 笨 在 我在你家门外 你出来一下 家 那是王锦家呀 我没在那里 我们换个地方见面 我请你喝星冰乐 我请你 那我们AA 两杯抹茶星冰乐 好的 请扫码 你找我 是想说什么 燕 我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那天在我家 大家都太兴奋了 一直在起哄 我本来觉得也不太好 可你喝醉了 叫你也不理 可是我又想 你以我关系这么好 你应该也不会介意 真的只是做游戏 只是玩游 并没有任何不尊重你的意思 包娘也托我转告她的歉意 她说她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但绝对没有恶意的 希望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总之 我们是真的很抱歉 我对不起 不认识 我也有不对 不该当众冲你们发火 不不 你那天说的是对的 我们事后也想过 的确说我们太过分了 我们是朋友 应该先考虑你的心情才对 可 可我是g 你们还想和我做朋友吗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和你们不一样 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啊 其他同学 不一定这么想的 别人怎么想我们也管不着 可至少那天你走了以后 班里大部分同学都觉得 你真的很酷很勇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昨天下午离校的时候 我说周末会来找你 同学们还让我问你 什么时候回学校 他们也都很想你 你知道的 老师就爱提问你 你不再只能提问他们 他们也太惨了 凯特琳呢 她没有说 要和你一起来找我吗 你那天走了以后 她大哭了一场 原来 她一直喜欢的人 是你 如果不是你出了柜 我现在都要和你打架了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你却让我的心上人 喜欢上了你 你表白了吗 情书呢 给她了吗 怎么给她 你说要替我转交 结果你一个礼拜都不回学校 那 我周一回学校替你转交 你是不是傻 都说了她喜欢你 我抢吻了她喜欢的人 还要写情书给她 她会恨死我的吧 表白的事 以后再慢慢说吧 我觉得 她是不好意思来找你 毕竟她那天哭得太惨了 全班同学都知道她喜欢你了 嗯 你别担心 她对gay没有偏见的 她说她最喜欢的一个中国明星 去年被媒体拍到过和同性的接吻照 虽然没承认 可是粉丝圈里都知道 她有个稳定交往的同性伴侣 她没觉得那有什么 还觉得那一对很扬眼 嗯 懵懵哒 是 懵懵哒吧 就是懵 她说她偶像的经典表情包 是一张懵逼脸 好像是 还有一件事 什么 其实我那天没有真的吻到你 是角度问题 虽然你很可爱 可我还想留着我的初吻 给我的她呢 嗯 没关系 那就好 对了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 看见以前的校医了 难怪你那个时候和她很熟的样子 姓金的那位 嗯 对 就是那位 她和你爸爸在一起 什么 你 怎么了 你去哪儿 王景和金月在一起 王景和金月在一起 你要和谁一起看球 和谁一起喝球 和谁接吻 甚至做更亲密的事情 都是你的自由 王景和金月在一起了 王景这个大坏蛋 我真的再也不要爱她了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姐 你和金月当年形影不离的 怎么现在反而生分了 下午在你家也没见你们说上几句话 只是太久不见了 毕业以后回了家乡 我们就一直没见过 今年我来了北京 才见过几次 现在离得近了 要多来往 有什么专业问题也能多交流 老师您说的是 像上次王景的一个急助畸形病人 其实能和金月讨论讨论就很好 金月这些年在他们省内 也是急助外科方向的佼佼者了 地方和北京还是不能比的 其实一直都想问你 那时候在北京好好的 实习单位也不错 为什么突然决定回去了 我当时想离家近一点 能多陪陪我母亲 今天清明前她不在了 好了 别送了 我就先走了 您慢走 没有别的事了吧 一起吃晚饭 我 你上次拒绝我 是因为家里有人等你 现在还有理由吗 家里是没人等我 那 心里有人了 你要去哪里 未必顺路 你肯定也是要回五环内的市区 怎么不顺路啊 王景 开门 老师说你接着那个脊柱急行的病人 现在怎么样 手术顺利 术后恢复也不错 那挺好的 回头有空了 方便给我看一下资料吗 不方便 那算了 遮阳板上的是灰太郎吗 是小灰灰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送我去母校 哪儿 去咱们的母校 海淀区学院路三十八号 你要干什么 你的手真好看 你记得吗 今年春天的时候 有一天周末 我约你在学校见面 那天我等了一整晚 也没有等到你 是那个小朋友不许你去吗 明天又要去学校了 我们班上周来了一个德国同学 叫做笨 长得很高很高 很会踢足球的 他坐在我的旁边 我们上周经常一起吃午饭 是我自己不想去 没关系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王姐 这些年里 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每天都在想你 我妈这两年催我结婚 帮我安排相亲 我一次都没有娶过 去年冬天她生了病 催得更急 我就告诉了她 我说我有爱的人 她问我那个人在哪 我说 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回来 我就想 对啊 她不来找我 那我就去找她 那天特别老 我按你家的门铃 是那个小朋友给我开的门 王姐你在家吗 不在 她可能还没下班 我是她的大学同学 我叫金月 她说你是她大爷 小孩子也是可爱 骗谁呢 我就是瞎子 也看得出她上过你的床了 在等你回来的十几分钟里 我想了几百种杀掉她的办法 你 可她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那里津津有味地 吃吃炒牛河 我又想啊 一个小孩子 你会喜欢她什么 无非就是年轻漂亮 那有什么 我才不嫉妒她 然后你回来了 我就知道我猜得不错 你的目光 一直都停在我的身上 你根本就不爱那个小孩 你来干什么 到这边出差啊 顺便过来看看你 你还好吗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你那天骂我了 你问我回来干什么 说我不要脸 还让我滚 那我就滚了 可我走得特别舒心 我知道你没能忘了我 你还记恨我当年背着你交女朋友 我在你心上划的那一刀 根本还没长好 只要她还在 你就还是我的 回去以后没多久 我妈就去世了 办完她的丧事 我辞了职 卖了房子和车 破釜沉舟地来北京找你 只是两个多月而已 你就从她大也变成了她男朋友 你居然还真被一个小男孩迷住了 还为了她拒绝我 我那时候很后悔 真的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去杀掉她 别胡说了 我就是说说 又不会真的杀人 其实 我也知道你喜欢她什么 除了年轻漂亮 还绅士凄惨 在学校也不合群 和我当年的蠢样子差不多 你就喜欢照顾这种 折翼的弱鸡 你 你在想什么 我现在过得也不怎么样 刚进的那家医院 待遇一般 同时不大看得起 我这种外拉户 我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可能得租一辈子房子 我已经这么惨了 你还不理我 金月 你真的爱过我吗 我当然爱你 这些年 我一直都不能原谅自己 为什么我那时要用伤害你来求证你对我的爱情 我们明明能好好地一直走下去 会弄成今天这样 都怪我 是我小心眼想不开 是我斤斤计较 其实你为什么爱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你爱我就够了呀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那时候是我的想法太偏激了 不是这样 如果我是因为同情才要和你在一起 你离开我是对的 那才是你 你什么意思 你对晏蓉说过 大学天想吃糖少栗子 我就去给你买回来 你要回家过年 但是学校有事抽不开身 我就去火车站通宵排队给你买票 想吃栗子 过年要回家 这有什么可怜的 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懂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同情过你 我只是在尽力对你好 王晴 一开始 我根本没有注意过 班里还有你这个人 那天我在戏里帮忙录承接 你从外面冲进来 看得出情绪不好 可是还是很有礼貌地 问指导员在哪 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班里那几个讨人厌的势力鬼 就说了一些讽刺你的话 你就像只发怒的小公鸡一样 和他们打了起来 老师们回来了 问是怎么回事 他们又抱团污蔑你 老师还信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那时候的眼神 愤怒也委屈 但又特别明亮 我被那样的眼神吸引了 明明是他们先动手 为什么不相信我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发现你真的很有趣 没钱吃饭买衣服 连打车钱都舍不得 他们背后议论你求 议论你单亲家庭 议论你不会交集 可是你还是那么骄傲 专业课成绩是最好的 你的优秀半点都不会被嘲笑和讥讽打的 王子 你相信我 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人的 我没有喜欢过什么人 那时候只知道每天都想看见我 看不得你受半点委屈 就想对你好 那就是喜欢了吧 可是我又不敢说出来 你是你们家乡的高考状元 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儿子 一定盼着你娶妻生子光宗耀祖 你和我不一样 我哥太优秀了 我弟弟又太小 我爸妈的关心根本轮不到我 可我最亲的外公外婆也不在了 这个世上没人对我有期待的 可我也不能因为自己喜和你 就拉着你去走那条艰难的路 没想到 居然是你先对我表白了 王姐 我 我喜欢你 那天我高兴得要疯了 当天回家就出了柜 我爸揍了我一顿 说要断了我的学费生活费 我才不在乎 我觉得我有你就够了 而且我也和你一样了 我可以和你一起过拮据的生活 可以一起努力拿奖学金 一起争取宝颜的名额 一起参加工作 一起赚钱养活对方 这没什么不好 这没什么不好 锦鱼 你从来没有试过去了解我 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会爱上你 从来就不是因为同情 我爱上的 是耀眼的 骄傲的你 汪锦鱼 我喜欢上别人 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谢谢你让我搭的这一段路 我 就到这里了 汪锦鱼 再见 汪锦鱼 再见 Zither Harp 手把礼拜沉下 比旁人手拆放颗红 追着影子在 云睡前 对空气说晚安 做动事笑还相信从不哭寒 无聊到对镜子发带 好喜吃暖 等不及装来 衣柜里西装领带 最喜欢热闹 最害怕被抛开 偷偷心愿在下个圣诞 有外人陪伴 平安夜吹熄烛台 熄灭着火柴 行动得太突然 等到那天头发花白 与他作伴 爱一个人的原因 是这么简单的吗 爱上一个人的原因太简单了 会因为一个眼神 一句话 一个动作 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可要让这份爱生根发芽 再到开花结果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爱上一个人看开 脚壁又繁华盛开 他不见得来 行动得不意外 不必担心 多出回忆 被岁月轻染 还好等你不算 太难 等不及去爱 走过神话红堂 想抱抱过去 那个孤独的小孩 偷偷许愿 在每个明天 能一同醒来 听他近口说新欢 如火小伤 还行动得太澎湃 好远蓋 又惊促花团 悄悄盛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